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次董董大選 原住民想提問的機會 為什麼沒有 原住民要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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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只是一個打掃的阿桑 他們三個早就走了去拉其他族群的票 反正你們原住民只有30萬張票 不重要 而且土地本來就是國家的 原住民要提問 原住民要提問 好啦 你不要吵 反正你們的票都不重要 這個提問早就結束 原住民要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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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當我們家人 看到我們的公視 被一直的濃压 豪肥 拉扯 到一邊 這麼人後的對待 跟欺負的時候 他們說 為什麼我們那麼激烈 他們還是聽不到 我一問再問 還是沒有答案 我們哪裡人根本不知道 我們黨中的葛飞廟選的時候不選擇 民主不只是投票 不只是選舉而已 更重要的是在選舉過程中的溝通對話 相關候選人並沒有接受在這個過程中 讓原住民來參與來疑問 那我們覺得非常遺憾 在1月10號之前變化院 那什麼樣的行事 因為原住民有自己的電視台 雖然是公共的電視 現在有一個原住民電台 希望我們今天來做飯 行事的希望他們能夠 對原住民政見挑挑20分鐘 能夠容穆3到5的任務提問 為什麼原住民要問 難道 八八風災 水災兩年到現在 原鄉重建百費待舉 不重要 挖東 這麼漂亮的沿海 是共同2千3百萬的資產 足今 卻滿路蒼蠅 進去享受零巾 海浪拍打聲 也要付費 這不重要 我們連提供論 問題 都還可以做真的 文化形態 就是生活 難道原住民文化 就是文化嗎 可是要讓原住民文化 可以真正的工程起來 必須先尊重原住民的權力 尊重他們的尊嚴 這個才會最勇敢的 但是夢想家之外 難道美麗關鍵事情還不大嗎 難道台語和樂關鍵事情還不大嗎 還不夠俗語讓三長候選出來 回應面對原住民朋友的提問嗎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自己的夢想人 長期對於台灣的文化環境的一個末世 還是用一種以上對下 一種所謂用蒙齒的心態 來接談戴這種 我也不是說從來沒有去關懷他 到了選舉才關懷 我一直都在跑 我認養過原住民的相關的朋友 大概十多年的時間了 所以你剛剛這樣講 我倒覺得真的蠻難過的 原住民要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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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連住民要體會 每別多的好 movie 原住民要體會 年齡 原住民要體會